中央社台北五日电陆媒报导,针对被美国商务部制裁仪式,中兴通讯在发给员工的内部信表示,已经向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提交暂停执行拒绝令的申请,并表示将近最大努力在更短时间内解决问题。 陆媒财联社今天报道,中兴通讯在发给近8万名全体员工提为坚定信心力争更短时间解决问题的内部信表示,4月16日获悉美国对中兴启动拒绝令后,公司积极与美国政府相关部门沟通,以正式向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提交关于暂停执行拒绝令的申请,并根据BIS指引提交了补充材料。 信中强调,中兴不会放弃透过沟通对话解决问题的努力,也会运用一切法律允许的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,并认真反思,吸取教训,加强合规内控,践行全球易流出口管制合规企业的标准。 信中表示,中兴将继续保持与各方紧密沟通,尽最大努力在更短时间内解决问题,并以 录在场也有终点,夜在场也有尽头,预请员工坚定信心,满怀希望迎接黎明的到来。 美国商务部4月16日以违反制裁措施为由,禁止美国厂商向中兴通讯供应关键零组件7年。 中国商务部昨天表示,中方就中兴公司案与美方进行了严正交涉。 美方表示,重视中方交涉,将向美国总统川普报告中方立场。 路透4日报道,中国在这回中美贸易谈判提议美方倾听中新上诉。 编辑,杨、如、妙宗汉10700505。